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12月14日星期一 那最近呢 因为美国当选总统周拜登 他提名了一位贸易代表 他是一位中国人叫戴琪 而把另外一位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呢 再一次被人提起来 那就是戴笠 有人说呢 这个戴琪是戴笠的孙女 那有人还说呢 是他的曾孙女 那我今天呢 就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这个戴琪 他到底跟这个戴笠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他的后人 那首先呢 我们来说戴笠这个人 戴笠这个人呢 我想是中国人呢 就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个人 你不可能不知道 因为太多的影视作品里面都会出现到他 太多的关于国民党的一些回忆性的文章啊 或者是评论呢 里面都会提到他 戴笠呢 是如此的大名鼎鼎 因为呢 他当初深受蒋介石的信任和欣赏 以及重用 他创立了大名鼎鼎鼎的国民党的军统局 那他在这个特务和间谍方面的才华和能力呢 是非常卓越的 以至于他在1946年因为飞机撞山失事之后呢 不幸死亡 那蒋介石呢 曾经说 如果戴笠不死的话 国民党不至于输给共产党 那共产党这边呢 也曾经说 因为戴笠的去世 让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提前了 可见就是戴笠在国民党这边的作用有多么的大 那戴笠呢 在共产党这边 对他也有正面的肯定 那就是因为他虽然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军统大特务头子 但是呢 因为他清除了大大小小很多的汉奸 所以呢 也被历史给予了正面的记录 那这就是一个戴笠 戴笠呢 在1946年已经去世了 据说呢 戴笠这一生呢 是有很多的风流运势 但是呢 他只有一个儿子 这就为我们今天来追溯 戴琪到底是不是戴笠的后人带来了方便 他只有一个儿子 他的儿子呢 叫戴善武 戴善武呢 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基因 在特务这方面呢 也是很有能力的 年纪轻轻的已经成为了国民党的一个将官 但是呢 就因为他的这种身份 在他的手上有很多的地下党成为了冤魂 可以说呢 他是罪恶累累的 所以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前夕 共产党呢 就在追捕他 那他得到信息以后 他就带他的妻子儿女要逃往台湾 那这个戴善武呢 他的妻子叫郑西英 他们两个人育有三儿两女 在1949年的前夕 他们两个逃跑的时候 特别搞笑的是呢 当时在福建的时候 被国民党将他一家老小呢 抓获了 当时呢 国民党是非常非常的混乱 抓获之后呢 就把他们的财务全部都抢走了 而且还扣着他们的人 但是呢 后来他们还是逃脱了 又逃回了他们的老家 但是戴善武逃回老家之后呢 还是被共产党给抓捕了 抓捕之后呢 没收了他们家的代工馆 然后呢 把这个戴善武啊 枪毙了 在1951年的时候就枪毙了 那这时候在台湾的蒋介石听到的这个消息呢 就觉得说对戴利呢 就非常的愧疚 等于说没有照顾好他的后人 那他就让这个毛人凤啊 安排 就把戴善武的老婆孩子给他们接到台湾 经过毛人凤的安排呢 那戴善武的妻子郑西英 当时呢 他们是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因为他另外的一个女儿呢 早年就已经夭折了 那汤正石呢 就把那个女儿 安排他们家的一个厨娘来照顾他 这个女儿呢 就不带走 他只带着三个儿子走 结果后来呢 因为不能把三个儿子都带走 他留下了一个儿子 留下来的这个儿子呢 叫戴以洪 带走的两个儿子呢 叫戴以宽和戴以常 带走的是老大和老三 留下来的呢 是老二 那这个老二呢 当时留下来 就安排了有一个潜伏的特务来抚养他 后来这个特务也被抓起来 戴以洪呢 就被送到了孤儿院 在孤儿院长大 这个孤儿院呢 是宋庆龄开办的孤儿院 所以呢 他在这个孤儿院长大呢 这个生活其实还是不错的 说到这里我们就知道 这个说法说戴晴是他的孙女 这个说法呢 肯定是不对的 首先他的年龄就不对 那1950年戴吏的儿子戴善武被枪毙 那他这五个孩子呢 一定都是1951年之前出生的 对不对 而戴晴呢 是1974年出生的 这显然不可能是他的孙女 那是不是他的宠孙女呢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这个戴吏的儿媳妇带到台湾的这两个儿子 也就戴吏的孙子 一个叫戴以宽 一个叫戴以长 这两个孙子当中有没有一个是戴琪的父亲呢 从年龄上看呢 好像应该有可能 但是呢 因为这几天呀 这种传闻太多了 大家讨论的太多了 好多人都以为这个戴琪呢 就是戴吏的后人 戴琪自己说了 他的父母呢 是从台湾出来的 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这两天呢 就有台湾的戴琪父亲的好友 就出来证明说 戴琪的父亲 他的名字是叫戴元亨 并不叫戴以宽或戴以长 他叫戴元亨 那从这一个名字上 我们就知道 这个戴琪和戴吏是毫无关系的 因为以后呢 还会有人想 哎呀 这个戴琪是不是戴吏的后人呢 不断的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 所以呢 我认为我有必要做这么一个视频 希望我这个视频呢 能够对人们带来帮助 以后呢 再有人有疑问说 哎 是不是戴琪是戴吏的后人呢 如果能够看到我这个视频就清楚了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